有大巴恩怨没有来这个棚了 这是我们做的简易无土栽培的大棚 马上就开始栽种下一茬的秋盐番茄了 再有20天左右开始栽种了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刚才说了这个棚呢 是马上要做这个秋盐番茄的栽种 这种简易无土栽培啊 所采用的栽培机制 是我们很多种植物比较感兴趣的 经常问我用哪种栽培机制 小火好 实际上我们的原则呀判断一个好的栽培机制 原则什么呢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这个 当地的资源 严格来说叫做 废弃物 农业的废弃物 何必说秋盐粪属于农业的废弃物 然后这个军棒属于农业的废弃物 那个牛粪属于农业的废弃物 菌末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栽培机制 这样情况下我们做的这个无土栽培啊 我们的投资成本 才能给它 彻底的 降低下去 并且呢 这种栽培机制呢 实际上 使用以后 它并不比 我们花了 投资了 几万块钱的栽培机制 效果差 关键就是 你需要去进行处理 你后面牛粪 这个 菌棒 菌末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进行发酵 如果不发酵 这个鸟再上去以后 很容易产生烧根 这个鸟的成活率低 并且鸟在前期的时候 长势很弱 所以这一块我们一定要 去注意